好 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10月17日 晚上快7點鐘 然後這個畫面是 台北市兒童新樂園 那 不知道怎麼說 就感覺上上了年紀 上了年紀 以前很喜歡這種刺激的東西 但是剛剛陪女兒這樣子玩兩次雲霄飛車 差不多就暈了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小飛龍 我那個轉超大那個 如果說很容易暈船啊 還有說對自己那個體能不是很有把握 因為那個有很多人就是邊轉然後邊吐 而且都是成年人或是那個青年人這樣子 好 那因為在這個兒童樂園啊陪小孩啊 其實就玩這個什麼 不朽之旅重生這款遊戲真的是很 你要說殺時間嘛也很浪費時間喔 這次改版之後敵人的攻擊力算是下降了 但是血量上升非常多 尤其是一些會補血的怪 幾乎是打不贏 那所以說就要不斷的重來然後去 去刷這個萬神寶庫然後比較好打的魔王 那我現在是推到了104層 然後 T104這樣子 那T104的話就是 我現在這個路線呢 他開的這個T105 這個冷裂骨會出現那個什麼 玄冰龍龜 那個是完全打不贏 因為玄冰龍龜的這個特性就是說 他的血量少到一定程度說他會補血 那現在這個版本的敵人的攻擊力是下降了一些 但是那個血超厚 所以你根本就是 全部都是要拼拼那個撐傷的 然後 我們來打一場這個 104的可能 我先不要浪費 我先不要打104 我們來打一個102的好 然後看看說我打102的狀況是什麼樣子 我們先開個打101好 也作為掩飾 然後這邊有兩個兩個魔王還不錯 好我們來我們來走走到魔王這邊 然後我現在使用是這個樣子喔 不死藤我也不帶了 因為英函之奇他有他他有調強 所以說護盾量非常夠 那我就我就不用那個不死藤了 然後來看一下我現在這個傷害增幅 7800 然後我有帶這個時間喔 因為實在是太長打到這個超時了 打到超時之後呢 那還好這不是通天塔 打到超時之後還可以再繼續打 那這個時間的特性再加上這個 撫神位 就是我們會慢慢的增傷 你看9700 9800了 這個我的傷害增幅已經到9900了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是每場戰鬥都要磨很久 那就是101喔 如果是104的話 我大概就是 碰一個敵人之後然後就 放在那個地方然後在那邊發呆 還好有三倍數 要是沒有三倍數的話 我覺得這個遊戲我一定玩不下去 因為真的是打太久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現在這個 我現在已經跌到這個 時間已經九成了 然後我現在傷害增幅是8500 那幾乎 每一次打完都會跌到我的這個傷害到11000多 我們來看 現在是9155 然後我們再看 然後天使下凡的特性是說 他在場上的時候然後全體傷害會增加20% 然後一樣冰劍 暴風訣 陰寒之息 這些都是那個什麼 時光之刃 然後那個 混沌風暴 跟那個什麼 冰火球 常見的這個技能配置 好 傷害增幅已經到 11500 然後058 11500 這樣子 然後也打到這個 對方已經進入狂暴的狀態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的那個傷害增幅已經堆到那個 1萬1 有時候會這樣子 因為畢竟沒有不死騰嘛 所以會秒 但是就是 拼那個 英寒之息 趕快發揮作用 趕快 趕快撐上來 所以剛剛那一場直接被秒 那現在這個就是 英寒之息 這個 護盾有 有撐上來 然後就 渡過開場就OK了 小怪還好 然後來看一下這個我的配置 我的配置基本上還是沒有什麼變 就是一轉主動技能增加 然後 用這個偷襲致命襲擊 但是我也沒有用什麼什麼什麼偷襲的技能 那這個雙血精靈 冰屬性傷害增加 那是因為說 我沒有那個足夠的紅色的徽章 所以我也不能洗掉這個屬性 然後這個是上一次影片 混沌風暴 然後是黑鐵的這個屬性 然後這是一個這個寶珠 然後他是天罰的屬性 暴擊率跟暴擊效果 然後勇者無敵套裝 一件紫色的披風 這個屬性不是很好 但是也沒打到別的 所以說只好繼續用 然後今天打到一個綠色的腰帶 然後繼續還是用這個暴擊率 因為還沒有刷到什麼新的 那神格的部分呢 是使用這個冰霜 生命 然後時間 跟月光 我們來看一下神位 神位第一個這是時間的 每4秒鐘增加傷害1.5% 然後這個是每裝備一個輸出 就增加8.1% 我應該是裝備兩個輸出 這樣是16%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算 然後第三個是使用戰鬥 就是加個4% 然後就是 加減加一下 所以這是我目前的這個狀況 然後技能的配置 技能的配置我副職業 是參考 反正就參考 參考一些排行榜的高手 然後就亂學 那副職業 原先這邊大部分都是放那個什麼 四轉職業 那我就放那個 我就參照別人是放這個 二轉的 然後是赤福 增加10%攻擊力 反正 我想我想大概就是 再多多傷一點吧 再多增加傷害一點 然後是使用這個天使下凡 然後天使下凡是一個召喚物 但是他不會攻擊 然後抱歉他會攻擊 然後他存活的時候全體傷害會增加20% 那他的這個被動技能是天譴 大概這樣子 3秒鐘對隨機單體造成光屬性傷害 然後其他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那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101 然後我們來打第二個魔王是什麼魔王呢 又是遠古巨人 還好 101我不需要喝泉水 104的那個魔王 我幾乎都是要喝一次泉水 就是生命的泉水 所以他非常珍貴 那我目前的進度我會打算停在104 還好我104已經通關了 因為104的話 我可以用綠色的藏寶圖 然後有機率刷到這個綠色的腰帶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們來看這場戰鬥要打多久 一定是要打到這個時間到 然後那個魔王狂暴 我現在傷害征服 9900 好像1萬了 這樣子 血有夠多 那當然我的護盾也是有夠多啦 不然那個 進入這個超時時間的話 根本扛不住喔 所以我現在我已經不用不死藤了 因為那個就是 不死藤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實在是 怎麼講 他沒有什麼傷害啦 那這個版本 別人的血實在太厚了 所以說全部都給他灌傷害 有什麼可以增加傷害的方式 全部都堵上去 然後靠這個陰寒之息 自己就已經夠彈了 哎呀 糟糕 差那麼一點點 那這個生命泉水很珍貴 這個才101級 所以說 我不會喝泉水 然後反正在 再前進刷一下 應該就可以刷過了 因為剛剛那可能是運氣不是很好 這樣子 所以天使下凡在場刷的時候 我放這個攻擊增幅可以加20% 反正加加之後就 就跌到 1萬1萬1 然後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然後 這一次這個版本呢 就是 我原先很多敵人是直接被瞄 但是現在就比較不會被瞄 但是取而代之就是敵人的血變很厚 所以就變得是說 怎麼樣撐傷變成一個學問 好 那我們先看看這一場可不可以解決 然後來看一下這個 我目前 T104用綠色藏寶圖是什麼狀況 來看一下 10700 10800 這一次過得了嗎 哇這個超大重錘 開始越打越快 然後我會一直暈眩 這樣會讓我打得比較慢一點 運氣很好 過了 可是是掉爛東西 然後我們看 又開了一堆藏寶圖 好不管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104 這個已經通關了 探索進度滿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 我現在主要是刷這個綠腰帶 現在是黃腰帶嘛 對不對 104的這個掉寶子 我如果用綠色的這個藏寶圖的話 他可以撐到360 360呢 就有機率掉這個綠色腰帶 420的話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要等到 下一個神位的階段 因為420應該 你就算開到110 也沒有辦法撐到420 所以下一個階段 那個神位就要到這個 要到90級了 90級的話 沒有抱歉 跳太多 應該是 60這個階段 對就是90級 因為那個神位我已經很久沒有生了 因為現在還沒有到這個 這個經驗值上限120級 所以現在神位還卡在60級 所以下一個階段就是90級了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